这是万轮猪脚节活动当天的热闹景象 精彩丰富的节目表演 还有各地的民众涌入 让万轮乡热闹非凡 县长潘孟安也到场肯定乡公所 为让更多在地产业能够被看见 以著名的猪脚当号召 连续三年来每年编列四百多万元 举办猪脚节活动 刺激了猪脚节消费 这个万轮猪脚是在国际上赫赫有名 那么我们也更希望用万轮猪脚来带动 其他相关的产业加工品 甚至伴手礼甚至融入了 我们社区的小旅行 来带动我们整个万轮乡 潘孟安并且与乡亲共同参与趣味竞赛 大胆半条争取大胃王的荣誉 过程刺激有趣 万轮香找灵壁钱毛钱吃 让一旁的潘孟安忍不住笑了出来 拼命三郎的精神让人敬佩 不过冠军被立委苏正清赢得 一碗半条三两下就吃光 三天活动趣味 活动现场有摆摊的农特产 和特色美食原油摊位 还推出每张一百块钱的消费摸彩券 可以购买商品同时也是摸彩券 除了最大奖汽车外还有脚踏车和猪脚伴手礼盒等礼品 感觉很爽 收起来 停起来就很爽 很舒服的感觉 让人家有餐饮的感觉 这个火候其实还蛮慎重的 然后在品中也算是一个很大型的活动 我们连续举办了三年 去年开始大家这些商家 大家我们乡亲都觉得 这个活动带给我们 乡内的经济的环络都不错 店家也增加他们的生育 一连两天的万卵国际猪脚文化节 刺激在地消费 带动地方油气观光 幸福与万卵商工所乐观的期待 效益可以延续整年 也鼓励游客来到万卵吃猪脚 半条甚至是可可的美食之后 也可以透过网络下单 相当的便利 也可以创造高产值 评论新闻蔡立华卫德卫 采访报道